《尹尼》 《尹尼》 任命 您不舒服嗎 就是有點頭暈 現在好了 前天 我做了個夢 夢見您想做魷魚湯 可是 在哪兒都找不到魷魚了 現在 沒人喝我魷魚湯的 今天 要不是來看小記 田野是不會回家的 其實 我一直都 挺想回去看你們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恨我 你媽 您一直都說 我像您的親生女兒 但我要真的是你的女兒的話 你還會那樣做嗎 我知道 我做了這件事情 你永遠不會原諒我 現在想起來 我很後悔 但是 我不後悔給沈薇寫信 只是不應該把你給牽扯進去 其實我這麼做的目的 其實我這麼做的目的 是想阻止蘇旺培當院長 因為 我被沈薇寫信 不會在社會上傳播 也不會影響到你 所以我猜 要不然 要不然 我絕對不會這麼寫的 這麼說 到現在為止 你還是不能容忍我爸 到了現在 我願意原諒所有的人 但是 我沒辦法原諒你爸 您看看吧 這是我媽寫給孫玉霞的 我媽的死 跟我爸沒有任何關係 謝謝 玉霞妹妹 我身體裡 長了個惡性腫瘤 大夫說 屬於我的時間 已經不多了 我想來想去 文培她剛剛研究生畢業 如果這個時候 讓她回來照顧我 那會對她的事業 造成很不好的影響 所以 我不打算 這麼早告訴她 這樣她的痛苦 也就可以晚一天到來 現在我唯一 放心不下的 就是我的女兒 但是我想來想去 也許對她心裡 留下的印象越少 對她的傷害 也就越小 所以我就先把她 托付給你了 如果我真的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去 我肯求你幫我開導文培 讓她不要太悲傷 還有 就是請你 替我親戚小薇 我現在每天夜裡都會夢到她 我真的捨不得 捨不得 捨不得我的丈夫 捨不得我的女兒 當她長大了 請你告訴小薇 她的媽媽非常非常地 愛她 來 吃飯了 來 來 行了嗎 嗯 可以嗎 嗯 我自己來吧 你別動 你別動 你別動了 我都安排好了 一會兒吃完東西好好睡一覺 我一會兒上班 中午啊 我給你帶飯過來 你什麼都別動 就等著我 不會太久的 晚上你回去好好休息吧 就別來了 那怎麼行啊 我不再怎麼行啊 要不然肚不方便 就算你讓我回家睡 我也睡不著 有你晚上萬一要上個廁所喝水 怎麼辦 嗯 你叫我媽或者我姐來替兩天 不就完了嗎 你每天搞得這麼辛苦 你就別嚇操心了 啊 就算他們來我還不放心呢 嗯 這邊也真是的 有什麼好不放心的 我媽你還不相信啊 我說錯了 不是不放心 是 是一刻見不到你 我心裡不踏實 來 吃塊肉 來 嗯 那天 在這兒有一場車禍你看見了嗎 沒看見沒看見 不知道 你是不是查那天的車禍呀 對呀 您看見什麼了嗎 嗯 我那天啊 就在馬路那邊的燕店門口 我看那姑娘啊 剛從這店裡出來 就被那摩托車裡撞了 不過現在我想起來啊 覺得那摩托挺怪的 怪 怎麼怪了 我覺得呀 那摩托是故意從姑娘撞過來的 你說什麼 你想啊 從這兒到馬路 還有十幾米遠的 那摩托她要沒毛病 怎麼會突然撞過來呢 那您看見她的車牌號了嗎 那個啊 壓根就沒看清楚 因為我站的那個地方亮 這個地方黑 而且呢 她撞完人呢 立馬就跑了 根本就沒打磕了 所以我怎麼覺得她過黑呢 按說 出了車禍以後 司機的反應啊 都越是慌慌張的 沒見過她那麼鎮定 這麼著 你啊 再問問別人 指不定誰呢 能記錄那個車牌號 老先生 老先生 這樣 這個能是我的名片 您要是 再能想起她點什麼 麻煩您務必給我打個電話 爸 我小季睡著了 您就別進去了 省得吵醒她 這是她媽給她燉雞湯 她最愛喝的 哦 那以後等她醒了 我餵她喝 那個 真有我就行了 您回去吧 哦 那好吧 好 您慢點吧 蘇伯伯 小妻怎麼樣了 家常說她睡著了 沒讓我進去 你怎麼辦 您要多留一會兒嗎 我 我 我來說她 你現在每天 除了來經我們班以後 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任務 就把所有來看我太太的人 都來問明白 那為什麼呀 什麼為什麼她要休息啊 那恐怕這有點難吧 那人家來了 那我總得說點什麼吧 那那我說什麼呀 你說什麼 說醫生不讓見 醫生讓她休息呀 那人家一定要進去怎麼辦呢 那我很好能說 硬往人家往外推吧 硬往外推怎麼了 你怕什麼 有什麼好怕的 那我可不怕嘛 到人家告到醫護處去了 人家以後醫護處不跟我找活呢 要不這麼笨 回頭除了這個按醫護處規定的工錢我給你之外 我再額外的給你 加十塊行了吧 我就聽先生您的了 記著 一個都不要讓他們進去 哎呀你就放心吧 甭說人了 這蒼蠅 我都不讓他進去 行行行 我明天一早來進您的班啊 等了等了回來回來回來 記著 這事千萬不能讓我太太這兒 哎呀我明白明白呀 您就放心吧啊 哎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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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嚇壞一下 哎你走走走 我妹妹現在怎麼樣了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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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他現在身體很虛弱 不能見人 啊 那這是我買的水果 給我給他吃吧 嗨 他要還需要吃什麼 你告訴我我去買 你什麼都不需要 你客氣什麼呀 哎你先坐先坐 坐 嗯 哎呀 哎呀 我聽說 孩子流產了 哎呀 本來說想儘快有個孩子 好趕緊給松松治病 沒想到現在孩子沒了 也沒法給松松治病啊 我聽說給松松治病 是要骨髓移植是吧 哎 抽我的耶我身體這麼裝 這不是要骨髓移植的 是乞帶血移植的 什麼意思 就母親有了孩子以後 她靠什麼連接啊 就靠乞帶 這取那個乞帶血 因為這松松這個病啊 乞帶血移植要比 骨髓移植效果好 我明白了 乞帶血 算了 老是 顏 speaker 認識可 geb 啊 一粒 一粒 來 只有兇 低 人 我爸是苏文培 真的 你爸是 你看你还发誓保密 你瞧瞧你 你是嗓门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还以为是 你还以为 你还以为是什么呀 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 DNA知道吗 知道一点 我这件事情 是经过DNA检测的 他的成功率是99.99% 换句话说 也就等于是百分之百 天眼 你倒是说句话呀 小季现在怎么样呢 不知道 看见没有 他也不让劲 你说这个老周绝不许 白天愣请一小师公 守在病房门口 那是说死说活就不让劲 中午晚上自己看着 铁面无私 什么哥们儿老仙 一带六星不认 哎呦 不过周家昌的意思 好像是说 医生说小季需要情绪稳定 千万不能激动 不然影响到他的视力恢复 这万一一见着咱们一激动 那眼睛真的好不了 那怎么办 那我宁愿现在不许见他 老至于 别听周家昌瞎掰了 我看啊 他就是想把小季变成金丝鸟 哎 汉容在美国打电话还问呢 嗯 我说呀 他伪监禁 你说你除了会鼓吹八道还会什么 反正差不多 哎 如果有一天我生病住院了 你们可天天都离在病房里看我 要不然 我非得憋死不可 那我们肯定都不去 你嫁给我 你说什么 不 你听我说完呀 我是松松的亲舅舅 这样你嫁给我 我们俩结了婚 我们俩生了孩子 就可以用孩子的血血 来救松松的命了 你胡说什么呢 滚 哎 哎 家梅 家梅 我是认真的 我对你是认真的 哎 哎 哎 家梅 你听我说 你说 飞飞和小鱼 他们知道我出车祸了吗 肯定知道啊 能不知道吗 那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呢 哎 不来就不来呗 现在的社会 人跟人之间哪有什么真实感情啊 都是相互利用 有的用就是哥们 没用就什么都不是 哎 他们不是那样的人 傻孩子 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社会 对吧 大家都忙挣钱 哪有闲心是 讲什么友谊啊 哎 再说了 你这失明不是暂时的吗 也不永远的 等你好了 你不就见到他们了吗 那万一我要好不了呢 小鸡 就算你真的好不了 就算你真的瞎了 我也爱你一辈子 伺候你一辈子 伺候你一辈子 有一个记者 你好 你好你好 听说警察在查那辆摩托 你是警察 哦 不是 我是受害人的亲戚 那天我就在前面等人 车白号我也没看清楚 不过我隐隐约约的记得 那个车牌子上 好像有什么标记 什么标记啊 哎 你这让我说我也说不好 哎 不过你要是能让我再看见 我肯定能认的 那这样好不好 你能不能跟我一块去趟公安局 把你看到的情况 跟警察说一下 这样的话 可能会给他们提供一些线索呢 行吗 你看我这不是不帮你呢 我这手里活一大堆呢 你真没时间呢 年轻人 帮人帮到底嘛 既得行善会有好报的 哎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开车送你去 然后再送你回来 哎 如果案子有结果的话 我一定会登门道谢的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得 我跟我给你走一趟嘛 谢谢你啊 老先生 谢谢 谢谢 没 没关系 没关系 哎 你赶紧去吧 圆饼关天 好嘞 好 谢谢 哎 你看看这份笔录 是不是属实 如果属实请在上面签个字 啊 没问题 好 请先坐 请你编证一下各种标记 啊 是这个 认证了吗 没错 就是他 好 就这样 谢谢 你先带他回去 有什么情况 我们通知你 那 谢谢你们 谢谢 走吧 哎 姐 你看 有个人给我发的海信 你看你看 他会动呢 好玩吧 嗯 挺好玩的 嗯 哎 小美 不会有人追求你吧 没有 怎么会呢 没有 谁啊 我 曾奕文 别怕 姐 曾奕文 你跟她说 我不在家啊 你跟她说 我不在家 这怎么了 跟她说我在家 你跟她说我不在家 嗯 呦 姐 嗯 你你你拿这碗 我做菜呢 哦 姐 呃 呃 胡哥呢 在呢 跟宋奕玩呢 哦 呃 那谁呢 谁 嗨 家美在吗 找家美什么事吗 我呀 我今天去学校的商厅去找了 结果商厅关门了 我还以为她在家呢 我是担心她出什么事 她能出什么事啊 哎呦 姐 我去看看总总啊 哎呦 酒仙又来了 姐 你说她到底去什么地方了 你你你这急着白脸找谁呢 找家美呢 家美不是在谁 家美在厨房呢 搜搜 家美阿姨就在厨房呢 根据你和目击者所提供的线索 我们已经找到了嫌疑人 看了吗 这是来的摩托车及车主的相片 我去哪儿 孙俊文 没想到啊 这小子盯上家美了 这不挺好的吗 对对 是 你 其实谁看吧 都是挺合适的一对 可是某些人吧 他心里就是不明白 你还想不想吃饭了 你还想没有吃饭了 吃饭吃饭吃饭 饭是要吃地 来一来 你告诉我 事情是不是你做的 苏伯伯 我敢对天发誓 这件事绝不是我干的 这件事 我有可能伤害任何人 但我绝不会伤害苏小姐 因为自打我母亲去世以后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苏家对我是真心的 路过后 小姐 我想给你打听点事 Tina 什么事啊 就是十六号那天 你看见过这个人进来了吗 整天进进出出的这么多人 我哪能记得住谁是谁啊 对不起啊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你帮我仔细看看 谢谢啊 想不起来了 我真的是想不起来了 阿姨 你见到过这个人 到网吧来过吗 没有 没见到过 大叔 那个星期六那天 你见过这个人 到网吧来过吗 这个人 来过 来了还买了 我都摆了半天吃 听说我女儿上一约 没钱 他还给我拿了五十块钱 挺好的人 谢谢你啊 你反正情况很好 但是依然不能排除 孙静雯流出去 作案的可能 一个 可以主动为小女孩 交学费的人 你说 他能干出来这样的事吗 这毕竟只是推测 不是证据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证据 小姐 小姐 我出去一趟 嗯 天 我请你不要再打扰他了 我不是来找他的 我来找你的 找我 干什么 来 坐下 哎呀 赵 小记是被一辆摩托车撞的 根据目击者说 肇事者不像是意外 更像是蓄意的 蓄意的 怎么可能 那小记又没仇人 是啊 我也纳闷呢 找到车主了吗 公安局调查了一下 肇事车的车主 是孙继闻 孙继闻 他已经被拘留了 但是他否认是他干的 对 我想也不至于 老赵 我想你应该到公安局去一趟 建议他们扩大调查范围 你是小记的家属 他们会比较尊重的意见 你说呢 找到肇事者 就能让小记恢复健康了 你的意思是说 你不想尽快地找到肇事者了 你不想调查出车祸的原因 公安局要能找到肇事者 我当然高兴 问题是他们现在找不到啊 我也不是警察 我撑死了 我是小记的丈夫 我告诉你 我现在唯一想的 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快让小记恢复健康 其他的顾不上 对了 天爷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再谈谈小记了 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我不是吓唬你啊 医生一再嘱咐 他的情绪不能波动 如果你不想让他永远失明 最好离他远的 姐 你说 孙继闻是那种人吗 不至于吧 哦 对了 小记姐的眼睛怎么样了呀 我 — いただ尽 什么东西 帧 我 关闻 需要 在 身上 chase 你 說 张超 李医生 三号病房病人的眼睛 丝毫不见好准 您说这是怎么回事 按说他不应该 因为像他这种情况的病人 绝大多数都可以恢复 但也有极少数的病人 大脑中的血管无法吸收 那么他的势力呢 就有可能永久的失明了 我那刚上了厕所 你怎么能一个人跑出来的 张超 我还出院了 我还要出院了 我知道我知道 是不是一人那么黄 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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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超 他回家 他回家 爸妈 你们怎么这么久都不来看我呀 小季 你不能激动 忘了大夫怎么交代了 爸和妈其实每天都在 是 我们每天来 你都在睡觉不知道 对对对 你都睡着了 家长 要不这样吧 先到我们那儿去住几天 我们几个人一起照顾小季 总比你一个人强吧 妈 不合适 我们那回去乱叫八道东西一大堆呢 再说现在小孙不业住在家里呢 我们现在回去 就跟要碾人家走一样 不合适不合适 你一个人行吗 没问题 我早上上班 中午回去给他做饭 平常没事我都回去看看他 您都知道 我们那实验室 没有那么严格 真是难为你了 那也行 先试试看吧 要有什么问题再告诉我们 好好好 走吧 小季 慢点 来 来 走 走 走 来 起死我了 这个破眼睛 怎么总是不好 没关系的 大夫不是说了吗 等血块慢慢吸收了 子弹就好了 慢慢吸收 怎么了 医生的话 哪有几个可以行 都是蒙人的 李大夫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他说你会慢慢好的 知道吗 你骗我 他没告诉过你 可能有些病人会永远都治不好 我许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许我就是其中之一 瞎说 谁跟你说的 厨认 厨认告诉李大夫的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呢 我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 你说还有什么不可能 那周嘉昌知道吗 可能不知道 也可能知道 我没敢问他 我怕给他增加心理负担 再短短再说吧 实在好不了 我也不想拖累他 周博士 你的太太出了车祸 我深感遗憾 我派秘书买了花篮 送到了病房 不知道你太太喜欢吗 他虽然看不见 但是他能闻到花香 所以他特别嘱咐我 一定要谢谢你 你的心意而已 不足挂齿 周博士 你到公司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COPR的进展如何呢 最近不是很顺利 据我所知 你的导师已经在准备 庆祝胜利了 你还在有点不顺利 等到苏教授大功告成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应该送上 一个大花篮啊 我花了高薪聘请你 还给你买了高档的住房 为了什么 难道就是为了让你 整天的在医院 伺候你的太太 我太太已经出院了 从今天开始 我会全力以赴的工作 今天开始 晚了周博士 我可警告你 如果苏教授真的先于你 搞出了COPR 那么你的位置 我可就要重新考虑了 房子也要有相应的调整 你不是还没有拿到房产证吗 夏川 是你吗 行 行 别动 别动 别摔着 你猜 我今天干了什么 什么又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什么都不要干 来来来 坐坐坐 我不管你干什么 你说你是给我添乱 还来给我帮忙 最近为了照顾我 老请假 是不是你们老板 深你的气了 爱生气不生气 管不了那么多了 以后 午饭 你就不用回来给我做了 我自己在家里 随便吃一点就行 你在公司 吃完午饭 就好好打个盹休息一下 这样下午的工作精神 才会好 行 行 行 您就给我好好待着 我做饭的 谁来过 没有啊 没人 那饭谁做的 菜谁洗的 我自己 你自己怎么洗啊 我呀 我就 默默缩缩到厨房 然后 根据以前的记忆 是怎么做饭的 我就按以前的样子 然后找到了米 找到了水 你就做了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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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什么意思 要摆脱我呀 我没有啊 还没有 你这 这眼睛还没好力 所以这电梯摆脱我 我真的没有 你真的没有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我什么都不要你做 我不需要你做 你就给我踏踏实实好好休息 我是因为你工作这么忙 我觉得我必须要学会一些简单的家伙 我想帮你分担 你在南达之间有错吗 万事有你老公我的 有我的你不需要做 什么都不用做 你是一个废的 好了 我哭了 老公最近压力大 情绪不好 对不起 希望不好 我不应该做这些让你担心的事情 如果你 真的特别想做 那就做一点点活 好吗 尽量什么都不要干 如果真的特别想干 你给我记着 千万别看煤气 好吗 你不知道你约然在家里 我有多担心呢 我知道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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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了 我快去吧 好 Bo 还是 把词 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季 你知道吗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都是为了你 你来干什么呀 我来看看你的COP进展如何呀 谁说我在研究COP啊 算了 蒙蒙你岳父道还可以 我是谁呀 你还想蒙我 我就算我研究COP啊怎么了 老同学你别那么较真儿 放松点啊 我是关心你的 毕竟我们是同窗好友嘛 何况我可是给你解决了一大难题啊 你别跟我提这事我没找你就算不错了 当初我以为只是不要那个孩子 现在他好里眼睛都看不见了 那不更好吗 干脆没有 行行行 什么事说 周家长 不是你当初哭着喊着求我的时候了呀 笑着笑着点 笑着点 什么事说话 你这个态度就算对了 我是你的财神瘾 我今天是给你送钱来了 给我送钱别扯淡了 不信是不是 看看 看看这个签名 史密斯 他可是美国的大老板 自己趁着好几家跨国公司呢 他盖上你的项目了 价钱也谈好了 绝对比你现在这个公司给的高 你这不是害我吗 这要让人知道怎么办 你担心什么呀 你把这项目转手一脉 你手里有了钱 你还怕他不成 我是签了合同的 我也替你签了合同 你要是实在不肯呢 你别忘了 你签了字 字的纸条还在我的手上 小记的车祸 共温局查得正紧呢 当初在咱们班上的时候 我最佩服你的脑子 它能够飞速地旋转 计算出复杂的公式 你好好合计合计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你把COPR给我 我把字句还给你 大家公平交换 我发现了 puis 昨天還有誰動過電腦 沒有 奇怪 那好好的會找不到 中了病毒了嗎 我昨天剛刷完的毒 但你看 你看其他文件 全在這呢 我看不像是病毒 還有個優牌 你到幫人箱裡把優牌拿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